台湾人对于中国那一套台湾是中国的 都听到耳朵长解 中国在国际场合也不忘时时提醒大家 所以上周五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 谈到台海问题时说 军演是因为中国领土受到台独势力威胁了 中国才能决定台湾人命运了 都不意外 没想到他不但说台湾不是个国家 连中亚跟欧洲14国也不算国家 这什么跟什么啊 这可是踩到欧洲的底线了 周一法国外交部马上找他来讲清楚 同一天波罗的海三国外交部 也召进了中国临时代办要求解释 一句话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 到底是中国的意思 还是卢沙野自己乱讲话呢 大家好是番茄 欢迎收看番茄的特点看世界 卢沙野当时接受法国电视一台专访 主持人罗契宾问他 你觉得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吗 他死都不肯直接表态 只说历史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后来移交给乌克兰 其实如果讲到这里就停 顶多被乌克兰盟友谴责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加码说 那些前苏联国家都没有有效地位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具体化 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 这地图炮马上就惹怒了一票国家 前苏联国家扣掉俄罗斯 一共14个 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国家 后来才硬被并入苏联的 卢沙野这样讲 等于是说苏联把人抓来 关在自己家里 本来就没有合议结婚 好不容易加垮了才能自由 你现在说这些人 却因为没有申请离婚证数 所以不算自由人 另外早在苏联正式解体前5天 15个加盟国中除了波罗的海三国跟乔治 其他11国都签了阿拉木图宣言 说好苏联解体之后成立独立国家国协 成员国互相承认 及尊重彼此的国家主权及自觉权 这不就是承认主权的协议吗 波罗的海三国为什么不签 因为他们都是在1940年被苏联强行兼并 而且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宣布要独立 所以这一次最不爽的也是这三国 除了赵建临时代办 强调他们是被苏联非法占领 还拿出跟中国的建交公报打脸如沙眼 指出建交就等于承认对方是主权国家了 立陶宛外长还推文说 如果纳闷 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中国能去解决俄乌问题 去看看他家大使就知道了 他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还说我们国土边界没有法律依据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回文说 立陶宛的感受台湾人最懂了 乌克兰则指出1991年独立的时候 国土就包括克里米亚 骂卢沙眼的回答荒谬至极 法国外交部更表示惊愕 总统马克宏也指出卢沙眼的回答很不得体 你可能会想外交官就是代表国家 不是最该要好好说话吗 不过卢沙眼一直以来都跟赵立坚、华春莹一样 是战狼派外交官 很常爆出争议性的言论 网友还帮他取个外号叫卢撒眼 说他很会卢很会撒眼 他的大炮事迹包括 骂法国要访台的议员 骂批评他的学者小流氓 还说如果真的有战狼的话 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 裴洛西访台的时候还说要统一台湾进行再教育 已经因为不当言论被法国外交部召见好几次 这次更不得了有80名欧洲议员要求法国政府驱逐他 这场争议烧了一个周末之后 中国外交部跟驻法大使馆周一先后出面擦屁股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中国尊重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 也重申中国是最早跟这些国家建交的国家之一 接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也甩锅 说卢沙也的言论是他个人观点不要过度解读 外交官接受媒体正式访问讲的话怎么会是个人观点呢 但是彭博社指出卢沙也的言论已经让中国陷入了尴尬局面 因为中国想要当恶物战争的调解人 虽然西方国家普遍不信中国有能力调解国际纷争 但今年三月已经七年不讲话的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竟然在中国的调停下恢复外交关系让大家刮目相看 另外中国对于恢复跟欧洲的关系可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这个月初纽诗刊出中国驻欧盟大使附冲的专访 他刻意淡化了中俄关系指出中俄友谊无上限 只是个修辞法不要想太多 中国并不承认并吞乌克兰领土的行为 注意哦这边说领土包括克里米亚跟顿巴斯地区 结果卢沙也抑郁惊醒了友中派 可能让欧洲对中国更有戒心 不过亚洲社会研究院的专家汤马斯认为 卢沙也失言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 很多经济差的欧洲国家可能会接受中国切割卢沙也 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而且中国还有一堆拉美非洲朋友 这个月巴西总统卢拉访中 两个人就在谈扩张金砖国家的影响力 并且取代美国 而且19个国家都有兴趣加入 这些国家本来就对俄乌战争较无感 才不会在意卢沙也讲了什么 所以卢沙也乱放炮 真正炸到的是谁呢 大概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就酸他 一直喊欧洲要战略自主不受美国影响 结果找错了合作对象 到中国卑躬屈膝地拜托习近平跟泽伦斯基谈一谈 结果习近平根本不甩他 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打 他还因此惹恼了美国欧盟 跟需要美国协防的中东欧洲小国 在卢沙也这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访谈中 还有一段很辣的对话 主持人提到过去法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毛泽东的政权正屠杀数百万人 让他联想到今天跟中国的往来 会不会重复到复彻 卢沙也当场抓狂 说主持人用不实的流言诡辩 还大骂主持人是不是没念过书 卢沙也这事让我开始很好奇 中共的史观是什么 中共的世界观是什么 卢沙的说法让我最受不了的 是他对历史的态度 如果只是他个人的看法 中国政府派了一个这么对史实 对国际关系毫不尊重毫无概念的人 先出使加拿大捅了一堆娄子 还照样可以出使法国 中国政府这也算蠢到家了 中国政府要是没有那么蠢 卢沙也的确是中国赋予重任 要传递中国态度的外交官 所以他的史观反映了中共的史观吗 他的世界观反映了中共的世界观吗 如果是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中共不相信人应该有自由就算了 中共所谓的史实 可以跟你认知的史实 跟全世界认知的史实都不一样 这还是已经发生尘埃落定的事 都可以拿来扭曲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事 能被扭曲到什么程度 跟这样一个政权要谈判难度很高吧 在谈判桌上 双方要共同认知的facts 然后在不同点做商讨 当facts都不一样的时候 双方是要怎么谈 更何况这个facts 还有可能是随他喜好浮动的 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反应还很粗暴 你没有念过书啊 其实重点可能不是没念书 是念了什么书 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复查 自三月起失联 在上海被中共逮捕了 外界研判可能是八旗出版的书 对中共的描述不是中共喜欢的描述 所以就被抓了 我的解读 就是当你跟中共有不同的史观 就这个结果是吧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Nik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Today 估计栏目里面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梅的Stay看世界 天文的精选一则估计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演讲 接受到这次的主意 会否判手